大家好,我是大伟 上个星期天,5月1号,有一个老哥 问我,哪一天是中国的什么节 我听了半天,我都听不懂 后来他连笔划在话告诉我 我明白了,他说一字端午节 他问我端午节是怎么回事 我就给他讲,端午节呢 中国人都熟悉了,他们当地人还不懂 端午节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在公元前200多年 当时有个楚国跟秦国打仗 秦国已经占领了楚国八个城市 就是说,楚国已经害怕了,已经顶不住了 当时这个楚怀王手下有一个人,红尔 他叫曲元,他也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但是他的诗,我昨天打开这个百度 我查了一看,我也看不懂 什么李嫂什么这,那么我相信当时 在楚国啊,千万之一都不一定懂他那个东西 所以说他们,这个曲元他属于啥 贵族是吧,应该是贵族啊,我没有考察啊 他应该是皇上身边的红点 应该是那个做上品 他跟那普通老百姓的关系 他并不大 当时,当时这个,这个 楚怀王受这个 他这个百度这么写的 当时楚怀王受这个 手下大臣呢 就说,说咱们能不能跟那个秦国和谈 是吧,和谈呢,或者能保你这个江战 说不定的,就得 但是曲元就说,跟你硬扛 我们整个别的东西,改革 这个如何如何,都开始画下大名 但是呢,这个楚怀王啊,他没听啥 楚怀王就去了 去跟秦国和谈去了 到那之后 这秦国啊,也不讲武德 把这个楚怀王给扣了 扣了之后呢 这个楚国又 这个,他儿子当过王 可能没过几年 你想,他爸也不行 他儿子也不行 毕竟当时秦国太强大了 之后呢 秦国用不了几年 秦国就把楚国给 统一了 统一了之后,在曲元 在这个 应该是湖南那边 叫尼罗河,尼罗江那边 跳河自杂 当时憋气 你看,这皇上不听我的 是不是 真是憋气 自杂的 那么后人说 说这个曲元呢,爱国 至于说曲元爱不爱国 这个吧 我都不好说了 但是吧,我很认同谁呢 就是那个阿斗 刘阿斗 刘善 还有呢,这个 欲王勾剑 是不是 你打不过眼镜 就,你赶紧认 那么后人 后来说 这个 老百姓往那河里扔纵着 又是什么 如何如何 我是这么想的 因为这个 秦国啊 暴政 比这个秦国啊 可能比这个楚国 更操大 所以老百姓呢 怀念自己这个 过去那种生活 那种生活方式 他不喜欢这个秦国生活方式 所以说他们开始纪念曲元 但是真正正了 如果当时这个曲元 在这个楚国 是吧 他不一定说代表这个 老百姓的利益 我们的华语协会 也准备搞一些节目 准备练习这个 武龙 而且要参加 当地 当地市政啊 要举办那个 庆祝女王 登记70周年 我们看一看 看看我们这个龙怎么样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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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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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玩笑 你看看什麼 不能像同樣啦 出口啦 在打集中 這隻龍頭 這隻龍頭 你繞吧 你看是什麼 看東西啊 怎么可以啊 Blocker Blocker 菜茄子 開了 肚針的針線縫了 整個國菜太多了 他們的針線縫了 滿陡和地球的針線縫了 比剛才的針線縫了 又是要對面的針線縫的針線 只要把這針線縫著針線縫的針線縫 這裡的針線縫的針線縫 有針線縫的針線縫的針線縫 針線縫的針線縫八極針抖 边缔 你看,关于这个多物节的英文名字,我是这么想的 你看,它那个面条,正常英语是noodle,但是这个饭店都说炒面,起根炒面,鸡面,还有我们吃那个饺子,他们都知道,Georgia,Georgia,还有那个混沌,叫Winton,那为什么多物节不叫多物,哈语批,多好啊,去院,或者粽子, 什么一听,你就说什么语,你不论是阿拉伯什么语,交字,我们一听,啊,明白,多物,啊,明白,你非要走了什么隆中,谁能明白啊,我喊一个,你这个多物节,到底有没有这个什么快乐不快乐, 这是,什么什么节日快乐,什么节日快乐啊,还前两天我看视频有介绍什么,清明节快乐,不知道啊,什么多物节快乐,多物节不到快乐快乐,去院,投河自尽了,你们在这快乐,啊,清明节,也那边哭的,你在快乐,搞不通啊,